給你提示的線索 線索一就是2024年新春富豪的這個排行榜 然後呢 列出來的是二十大 前二十大有這一些人 什麼林白禮啊 郭台銘啊 反正總之都是有頭有臉的大老闆 那在這裡面呢 有意思的就是 為什麼不是十大是二十大 因為他沒有在前十名 哈哈哈哈 所以你前十名可以剔除 所以 那邊可以先畫 所以既然是二十大 我們就要從這一區來開始看對不對 從這一區來開始看 什麼一二二逼 哈哈哈哈 最後Bingo 好 所以呢 這邊 這個黃世聰所說 有一筆超大象 我們目前 比我們目前看到的都還要大 比一五六六都還要大 這個人橫跨呢 告訴你線索叫做建築業 零售業跟金融業 是USB裡面的最大的 那我們目前都就是 我們是很保守對不對 但是有人衝得快一點 常常被告人的 哈哈哈哈哈哈 衝得快一點是衝組在這裡 這個是吳子佳董事長 他有打問號 對 摸咪建設 打問號 官司打多了 累積幾年 哈哈哈哈 然後呢 這邊這一個傻傻的 官司很多 但還傻傻的是中小屁 哈哈哈哈 直接把名字講出來 萬華吉普賽人 萬華吉普賽人 他前面 他前面也是問號 他說 比較可能 也幫自己買了一個保險 那北檢的部分說 無從評論 但是從一些事蹟裡面去看 可能也是有一些線索 在晃哥的心中 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嘛 黃世聰 你就不用賣罐子了 因為你的條件 已經說到 只剩一個人符合資格 前二十大 那沒有講前十大 就十一到二十名 所以只剩十個人 橫跨建築金融跟零售 那就只剩一個人 就這麼簡單 那個名單一翻出來 就知道了 因為有很多是科技界的 半導體的 那個就是已經踢掉了 對 因為他原本只有 好了 鍾小平講是林敏雄 因為林敏雄原本只有建築跟零售 零售也是後來 他最早起家是建築 後來有了零售 那買了萬泰銀行之後 橫跨金融業 而且現在全聯自己還有他的全聯配 對不對 也算是金融業 好 所以他講的其實就是林敏雄 那林敏雄跟柯文哲有什麼淵源 他有沒有捐錢給柯文哲 我真不知道 但是柯文哲做了一件 讓林敏雄覺得心裡非常愉悅的事情 就是國發院那塊土地 因為我曾經當時2016年 黨產會成立的時候 我曾經陪同那一位業姓地主 到黨產會去陳情 所以我一直在follow這個案子 當時國民黨用所謂的 善意第三人 把這個土地賣給原利 這前面我們都討論過了 除了賣的價錢很低之外 然後原本這個小學用地 也就變更就不用了 學校用地也變更就不用了 好 原利當然買到土地之後 他要申請建造 但是郝龍斌始終不發建造 郝龍斌壓著 建造都不給 柯文哲任內給了 這個消息從台北市政府傳出來之後 當時的黨產會 正式給柯文哲一個公文 說這件事情因為 這個原來的業姓地主 有向黨產會已經沉案 黨產會立案調查中 是不是請台北市政府 暫時先不要發建造 以免將來人家房子蓋好 賣掉之後你無法挽回嘛 對不對 但柯文哲不管 建造造發 所以那房子現在已經蓋好了 已經在賣了 好 那你說如果我是林敏雄 我高不高興 我高興啊 而且他那時候還講說 要討不應該跟建商討 他要去跟國民黨討 對 他就是所謂的善意第三人 好 那對林敏雄來講 也許他沒有施壓 柯文哲有沒有施壓我不知道 但是我一個老闆 我幾十億的資金壓在那邊 我不能 我沒有建造我不能蓋房子 我那個利息每天就是這樣 可能幾十萬上百萬 就這樣出去了 我當然會急嘛 那你建造給我發 我可以蓋了 我資金就活絡啦 所以這個是柯文哲 當時給了原利 一個非常大的favor 非常大的一個恩惠 對林敏雄來講 對原利建設來講 當然原利因為財力比較雄厚 整個集團財力很雄厚 也許不會因為這樣的 造成資金掉度的困難 但是呢 對他來講 總是鬆了一口氣嘛 所以他們有淵源 是我知道的淵源是在這裡 那後來林敏雄本人 有沒有用投桃報李的方式 給予他大額的政治獻金 這個我還真不知道 但是我必須告訴柯文哲 你很敢 我們到討論到現在 有兩件事 好龍斌任內不敢做的 金華城的容積率 隔石院的 這個國發院的 這個土地的建造 好龍斌都不敢發 只有你柯文哲敢做 請問柯文哲你還有什麼事情 是你做不出來的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因為柯文哲我過去有短暫採訪過他幾次 採訪的時候曾經有一個場景是這樣 財訊寫了一篇 然後他說呢 他就在笑說 民進黨那麼多老師來教他 他是叫做養虎為患 那當這個初刊的時候 記者就是追著去問啊 你怎麼會就是那種過河拆桥的性格 對不對 然後大家非常吃驚的就去問他 柯文哲回答說 誰說的 哪有 明明就有啊 不然雜誌怎麼會寫 白紙黑紙給你專訪 又有另外一件事情 這個是別的記者採訪的經驗 柯文哲那時候在蘋果還有的時代 柯文哲接受蘋果的專訪 然後那時候柯文哲講了一個重點 叫做黨的秘書長 他瞄準的是市府秘書長張哲洋 就張哲洋要從市府的秘書長 變成他黨的秘書長 好笑的在哪邊 記者去問柯文哲嘛 然後柯文哲啊 他的回答就是 你在哪裡聽到的 哪裡聽到的 我有這樣講嗎 我有這樣講嗎 他竟然失憶耶 所以記者就在那邊抱怨吐槽 所以你沒有要用是不是 你沒有要用張哲洋嗎 還是你真的失憶了 因為你前一天才講 然後電視播出來之後 大家去追問你嘛 或者是說報紙寫出來之後 大家去追問你嘛 馬上就說他不記得耶 超離譜的 所以柯文哲他講話 我覺得真的要答上很多很多的問號 那冠年的部分我想請教 因為剛剛時期有點出一個是說 那個USB裡面 說濃縮之後 我們現在看到是有10大 然後還有一些什麼20 30 40的 小2的 你說你也有朋友在裡面啊 他是這樣跟我說 他是跟黃蟲仁一樣的說法 他說很倒楣啦 很倒楣啦 然後為什麼會把那個調查局 會把他找去問 是這樣他就接到調查局的這個電話 說你可不可以來說明一下 說明他就帶律師去 然後他自己去嘛 然後調查官跟檢察官就問他說 這個Excel上面有你的名字 然後上面有人名跟金額 你看一下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然後說對啊 這個是我經手的募款啊 然後反正這個就是政治現金嘛 到後來 因為你那個朋友是金手人 不是金主 不是金手人 對 因為柯文哲常常會跟人家募這個 這個責任額嘛 然後說黨部要裝潢 黨部要裝潢 反正300萬就募了十七個 然後責任額也是 等等等等 Grace說他知道是兩個 你說有十幾個 責任額一樣啊 責任額絕對超過五個以上 反正責任額 反正一樣 責任額找五個人去募 然後找五個不同的金主 上次裝潢不滿意打掉重做 對 好那這些錢都到哪裡去咧 好所以這金手人也覺得莫名其妙 所以調查官就問他說 某某某這個錢是不是你金手的 然後到哪裡去 他就如實交代說 柯文哲交代說 這個錢要進到哪裡 說那他就如實交代 所以他把這一段過程跟我說 好那這就證實了有USB嘛 有金手人嘛 有金額嘛 對不對 然後有這個有檔案嘛 所以周刊跟我們現在所說的 都是真的啊 那我自己是比較謹慎的 我現在說出來所有東西 都經得起檢驗嘛 1.2億豪宅有沒有去看 有啊 七十一個這個員工心事福報 有啊 那個民眾之聲的YouTube的斗內 是不是盡到目可 是啊 許甫也承認了 錄影檔也出來了嘛 所以我說的這些事情 都有根據 民眾黨真的要檢討了 你們今天發的新聞稿 還說什麼什麼謠言啊 不實啊 說鬼故事啊 說到鬼故事 現在明天就要這個萬聖節遊行了 柯文哲的戰法很簡單 應該是禮拜天 禮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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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遊行天母遊行是禮拜六了 柯文哲的戰法很簡單 人家小朋友是不給糖就搗蛋 他就是不給錢就搗蛋 怎麼說呢 不給錢我就去基隆搗蛋 不給錢我就去新竹搗蛋 我就再派一個人 不給錢我就去桃園搗蛋 所以謝國良是要買一個 就是給糖給錢 你就不要搗蛋 對 那高宏安是怎樣呢 高宏安選得太好了嘛 有可能那筆錢是斗內給他 本來叫他不要搗蛋 可是他搗蛋成功 當了市長 那就是 對對 那就這件事就沒沒成 然後林哥人就被犧牲了嘛 所以柯文哲的戰法很簡單 他說他有 他可以選 他可以沒選上 可是他有辦法把人家弱選 對 這個整個事情就兜起來嘛 謝國良給糖吃 然後就沒人跟他搗蛋 然後這個售後服務 不但從罷免有人挺 我覺得這個售後服務 還一路會到2026 所以謝國良 2026的基隆市長也穩了啦 民眾黨也不會 不會有人跟你爭取 那現在我覺得 整個黨最有實力的 當然就是 有實力的 當然就是從實力來的 從實力來的 但是 本身也要做了 不會是 沒事